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本周的话题与你 我是Walt 我是于薇 话题与你 你与话题 把话题说到您的新坎里 我们赵冠丽要跟观众分享三则交点新闻 第一则我们聊到 事实上疫情期间有很多衣服卖不出去 对 有很多高端大牌子衣服也卖不出去 滞销那这些衣服去了哪里呢 他们好像都把它捐到慈善机构 是 因为这些高端的品牌 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设计师团队的坚持 所以不能够销毁衣服 也不能够大特价卖出去 所以就捐到了慈善机构去 所以Walt 是不是表示 如果我们今天去Goodwill或Thrip Store的话 他们八成在那边可能会有 Gucci或Prada的产品 是等一下我们录完我们就可以去 那我们如果在哪一家Google找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通知大家 其实我们知道 非盈利组织收集到的数据 告诉我们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这个收到捐赠物的价位 达到6.6亿的美元以上 足足比去年多出了一倍 对 而且新闻也有告诉我们 在我们很熟悉的Gap 像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他们的发言人 Justin Dorton就讲说 在疫情这个时候 他们捐了将近6千万美元以上的衣服 我想每一个人家里 都一定会有一件Gap 是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发现更高端的精品 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们不但没有降价 他们还涨价 对 涨价的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他们坚持自己的品牌 他们觉得说这是好的品牌 我不需要降价 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说 在疫情这段时间 原料的这个价格也变高了 那再来再加上 有很多很多公司 他们在网路上面销售的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也不需要把他们的价格调低 对 这些高端品牌 像是LV KUCHI PRADA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 长时间这样子涨价的话 消费者是不是会买单 好 我们第二个新闻是讲到 牙医界是美国经济的 一个复数的指标 那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 将近有55万人口 是牙医界里面的人 他们因着疫情 没有办法工作 是 我们知道在这个lockdown的期间 很多牙医是高危险群的行业 所以他们是暂时关门 那他们的这些团队 也都可能在家 没有上班去领了 政府的失业救济金 那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段期间 我们这个很多人就是 恢复了去看牙医 大概到五六月的时候 其实你们家有没有去看牙医 我们家没有 但我们家小孩子有 但你呢 是我个人也在开始 可以恢复去看牙医 就是牙医都复工之后 我还是回去看了牙医 因为我相信牙医 他们会有很完善的准备 是的 那六七月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将近 90%的牙医界的人 他们慢慢回来 那病人也回来将近有70% 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聊主题 就是牙医诊所的这个开工 其实代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那我们知道现在人潮的回流 大概只有70% 表示我们距离美国经济的复苏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当整个疫情结束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抢着要去 make appointments 是 那我们知道很多牙医呢 因为这段时间供体时间 经营的也是很辛苦 所以他们会斟酌 可能收个10到20元 不等的这个牙医的诊疗费 我们也在这边非常谢谢 我们的所有的医疗人员 在这段时间的付出 我们第三者要跟你分享的焦点话题是 因为在这段期间 越来越多人在家工作 在家上学 所以呢其实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项目你可以拿来抵税 是的 像说你在家工作 不管是你用电脑啊 或者是scanner 或者是printer 或者是一些纸 你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报税的时候拿来抵税 还有您可以再重新review一次 您家里的房屋保险 对因为在家里工作时间久了 那不管是你的home insurance 确定有没有cover 是火灾啊 或者是淹水等等 这个东西要很确定 这样让你就是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被cover的 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你的努力老板是不是看不到 对因为你在家里工作 但是也好处是 你就比较不会一些 需要处理到一些 在公司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 可是你在做很多努力的时候 老板却看不到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让你快速的加薪跟升迁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房屋的建商 在这段期间其实收到很多的需求 就是在设计新的房子的时候 干脆要设计一个专门的在家的办公室 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在家里时间久了 他们对生活品质还有工作品质 他们非常的要求 所以像一些商店 如果是Lowes或者是Home Depot 在这段时间 他们经营的非常好 而且他们赚的也非常多 是他们的这个 听说他们的公司成长 在这个Home Depot达到了31.6% 在Lowes的话他们成长到了55% 是的 其实这一段期间都让我们发现 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在经济的复苏的路上 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本周的话题与你 也记得请按赞 然后而且点阅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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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